由天津市桥连参与主办的亲情中华 全球华人旗袍印象长卷 开始大洛杉矶站的行程 受到当地女士们的欢迎 全球华人旗袍印象长卷 是由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 由天津电视台资深媒体人刘斌所发起 这项活动也是中国桥连主题活动 亲情中华的项目之一 由中国桥连开展的亲情中华品牌项目 乃借由对接国内外文化交流资源 定期开展海外慰问演出 组织侨胞青少年到国内寻根问组 在侨胞聚集区开展相关主题展览展示等活动 其目的在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加强对海外侨胞与侨舍的服务和联系 全球华人旗袍印象长卷 洛杉矶地区负责人黄东平介绍说 他过去在中西部留学时 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而穿着旗袍参加校技活动 没想到大受美国学生赞扬 后来每次学校有大型活动 他便会穿着旗袍代表中国学生出席 赢得了许多好评 旗袍是我们每个女人心中的梦想 每个女人的心底都有一个非常女性柔美 这样的一面 我们通过这个活动 把我们女性的美丽优雅知性 全部展放出来 他始终认为旗袍是最能展现 中华式女优雅风范的典雅服饰 受到乔连授权 在此进行文化传播项目的 全球华人旗袍印象常见 画中人活动不仅仅是穿着华服进行拍摄 更是种展现民族自信和女性力量的积极形象 这个旗袍穿了以后 它不仅仅是美丽 特别是到海外以后 应该说它凝聚了更多的这种情感 应该说是一息相仇 所以呢 在海外呢 就是说提到旗袍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件衣服 能够 它真的像 我们就是说 我们串起的是一颗颗珍珠 像一个很闪烁的一个项链一样 那么我们每到一地串联起了很多大珍珠 也就是说杰出女性的代表 它使我们的长卷 它不仅仅有了一个两万多米的长度 而是它有了宽度和深度 那么大家想一想 用我的话说 我们拍的不是照片 是故事 是体 是感受 是情怀 是文化 说的就是这样 那么大家展开这一卷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 这就是我们华人的故事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